你好,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咱们不见不散 在电视剧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桥段 一位高大帅气的男生突然出现在女主角平淡无奇的生活里 然后对他一见钟情 变着花样的想要获得这个女主角的芳心 女主角清心之后会发现这个男生竟然还是个富二代 家里坐拥着亿万的资产 然后年纪轻轻就做了集团副董事长 由此上演一出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经典剧情 这种剧情可能是最烂俗最偷懒的一种剧情设计 稍微有点审美的观众看到这种剧 都会立刻抓起遥控器来换台 但是你有没有那么一刻幻想过 或者仅仅是设想过 如果这种剧情突然降落在你的头上 你会怎么应对 我叫妍妍 今年29岁 然后是居住在中国的一个中部城市 我是从08年高中毕业出国留学的 然后一直读到了14年回国 然后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 临回国的前一两年 我留学的那个国家在欧洲 那中国留学生其实在业余的时候 会组织一些就是像国内一样 K哥的这种活动 那天是一个好像是圣诞节假期的一个 很长的一个假期 我的朋友说过节了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唱K 他说他有一个兄弟从另外一个国家过来 我当时已经喝了大概有三瓶啤酒了 就有点微醺 然后就有人进来了 因为KTV的灯比较暗 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能看出来是一个大概一米八左右的男孩子 就是他很鲜艳 因为他比他另外一个机器进来的朋友要高 然后很白 他就属于那种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内向的人 但能看出很有礼貌 他会把眼神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然后点个头 打个招呼 然后坐下来 就那天晚上其实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 这是我见他的第一面 一起玩KTV结束了之后 大概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收到了一个人的那个微信申请 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就是说的是你好我是谁是谁 这个名字我当时是没有印象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他连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就加完好友之后他跟我说 我是那天跟你一起唱歌的那个谁谁的朋友 加了微信之后我们基本上很少闲聊 就是我当时也很奇怪的 大概有那么一两个星期吧 就刚开始可能会多想 就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但是过了一两个星期 你发现他并没有找你聊天 让我觉得可能是我自我多情了 所以两个人就那么不嫌不淡的 就成了朋友圈里的好友 就这样子 印象能回忆起来的可能半年左右吧 半年左右那个时候应该上课 已经是在天晴转暖的时候了 然后我在上一个德国老师的课 然后那个老师讲课就属于那种非常没有趣 特别理论的那种课 然后当时就有点昏昏欲睡嘛 突然就发了信息给我 他说你在干什么 然后我说我在上课 但是这课好不聊啊 我就是有点困想睡觉 他说那你想不想提提神 我说怎么提神 我以为他给我发个端子啊 或者好笑的图片过来 过了一段时间 发了几个字过来说 我喜欢你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 就说 卧槽 我醒了 但是这一次 表白就是 我也没有当回事 就继续还是在过我的日子 然后他也一如既往的没有跟我怎么聊天 又过了大概小半年吧 八九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在国内 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 暑假的一个下午 这是大概我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聊天了 他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说 我看你朋友圈 你说你回国了 你现在还在国内吗 你要不要到我这边来玩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我答应他说 要去他那个城市玩的那一刻 我都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他多大年纪我都不知道 而且甚至那个时候 我脸他长什么样子我都忘了 就只能记得 是个白白高高的帅哥 可能就是 天生对长得好看的人 就是有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吧 然后那天他就说 把身份证号码给我 我让别人去给你买票 我当时心里会有那么一丝奇怪 我说因为我所接触的世界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出去玩什么 就是自己买票 但是我从来没有 没有多想 我就在第二天早上 收拾了箱子 跟我爸妈说 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玩 我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 见了他的第一面都很好笑 因为我当真正就是个女汉子 完全不注重 就是所谓的要矜持啊 或者要客气一点那种 看到他第一面就 就是嘿你好 顺手就把箱子给了他 然后他说 车子在停车场那边 我们开车回我们那个城市 我当时会在微信里面 跟我的朋友直播 说我见到这个人了 闺蜜就说 你看一下开的什么车 我说我不认识这个车子 我说是个大很大很大的SUV 像皮卡一样 我闺蜜就说 那你拍一下他的那个内饰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车 我闺蜜说 你是不是知道 他这个车子 起码两百多万 一瞬间我就懵了 然后我说两百多万的车 我长这么大 我账户里能够见到最多的钱 可能不高于三十万 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懵了 但是我也没有太那个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 说实话 对物质这个东西 还没有一个概念 我们是开着高速回他那个城市的 就一直都很开心的聊天 就从来没想到 一个微信上少言寡语 几乎不跟你说话的人 线密实当中 可以跟你说这么多话 等我们到他那个城市的时候 已经快八点钟左右了 他就直接先是带着我去找他的 另外两个朋友 一个是表哥 一个是表弟 同时那个他的表哥 还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那天是去吃了一个宵夜 就是一个那种 有点像大排档路边探一样的 吃的是他们当地的烧烤 吃了一半 他们三个就去上厕所了 就只剩我跟那个女孩子坐的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女孩就是说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我当时就一愣 我就看他就有点那种 就半笑半疑惑地表说 他跟我们说了你很多次 我们都很想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就终于见到你了 我当时你知道我心里那个 就是一种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跟你不熟 没有没有聊过天 你都不了解我 你是怎么样能够跟你身边的朋友 说的我无数次的 之后他跟我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你知不知道 他昨天晚上凌晨12点多钟 开车开到省会那个城市的 高铁站旁边开了一个房间 专门为了在那边不错过接你 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 可能他当时跟我说喜欢 我并不是开玩笑的 当时还看了演唱会 就是在他那个城市玩了几天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就是 对我有肢体上的那种触碰 就是很有礼貌 能看出很有家教的一个男孩子 你上车 他会主动去给你开门关门 进出屋子 也是先去把门拉开 或者把帘子撩起来 你喝水什么的 都是给你心酒开 然后哪怕是拿到热水 他都会先看一下 烫不烫再给你 就是可以感觉到 他很会照顾人 我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确定关系的 在那里的那几天 我其实就 我对当时脑子里 还没有富有这个概念 我只知道 他的经济环境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们出去玩 他都会带着一个司机保镖 是他父亲 招聘过来的一个退伍军人 就我们二十出头的时候 他已经有三十五六岁了 就是我们也可以叫大哥的那种人 但是那个人看到我跟他的时候 都是非常恭敬的 这个人对着一个比他小 将十一二岁的一个女孩子 弯腰喊大嫂 我要上车 他会从驾驶位出来 跑到我这一边来 帮我把门拉开 让我上去之后 把门关上再去开车 他们家产业我也见过 因为他们家集团很大 是做实业的 各个产业可能都做 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们家在他们那个城市 有一所大学 进到他们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我就愣住了 他那个办公室非常大 就是大到就可能有两个教室那么大 就是那种董事长的办公室 因为他的职务是副董事长 说实话 我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有点就是那种 土豪土豪的风格吧 就是全部是红木的那种 很老气的那种红木家具 石木家具 然后有个茶台 茶台做得非常大 上面还有一个像那种 做成那种非常微型的那种庭院 那有流水的那种 然后他的那个办公桌 上面巨大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红木桌 我现在想想那个桌子 估计都要几百万的样子 这两年我所接触 社会团比较多了之后 我大概估算他们家 至少大几十亿是有的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差距 我们家 在我们这个城市 只能算是一个小康水平 中康水平吧 就是不愁吃穿 但是你要我说是 因为爸妈也都是年轻的时候 打拼出来的人 他们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 就是我们家会为了花个几万块钱 去商量一下 但是他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一起在欧洲旅行 我记得也是去了瑞士 因为他还是当少爷当官了的人 就是行程是我来安排的 酒店也是我来预订的 我当时就给他看了我准备订的这个酒店 他说没必要住这种酒店吧 然后就直接否了 然后全部换成了无心 而且是那种 就是城市里可能最奢华的无心 然后他换的那一瞬间 我心里其实有一点吃惊 就感觉价值观在被刷新吧 就是有人可以住这种无心酒店 就是你这个价格抵得上 我这一般酒店可能住个一个星期了 一晚上的价格 预订的餐馆 吃饭的餐馆 也都是一些米其林的星级餐馆 那我觉得 这完全就不是我的生活的那个 星级水平了 我跟他在一起去逛 摄着给你一条街 我第一次知道 有人在爱马仕香奈这种地方 买衣服你可以不试的 他就指货架上挂着的这几件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要什么码你给我抱起来 我说你都不试一下吗 他说我就穿这个码 我干嘛要试不想试 算了就这样 第一次送我的礼物 是送了我一个香奈的包 换人民币好像是两万四左右的样子吧 甚至都没有让我多试两个颜色 他说这个颜色不错 买了走 其实在物质条件极为充裕的情况下 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金钱能够解决99%的问题 在金钱极其充裕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到 1%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 这样一个经济水平的男孩子 以这样的外表在身边 肯定是不会缺女孩子的 但是他很奇怪 他就是属于那种 不太爱跟异性交往的一个人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给了我非常充足的安全感 他原来养过一只狗 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里 那只狗因为保姆的过失 遛狗的时候走丢了 他们悬赏40多万去 知道那只狗也没有找到 找了两个多星期找不到 没有希望了之后 他那天 就是把头埋在我怀里哭 我第一次看到他 那么柔弱的样子 因为他在外面就是那种 领导嘛 副董事长 然后顺便又跟着一帮人 他就会比较像大哥一样 那种感觉 他那天就很柔弱地 埋在我怀里哭 那狗叫宝宝 他说宝宝已经没有了 我的世界里就只有你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永远记得他这句话 也是为什么就是 让我在哪怕后来 出现了一些 可能我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 都让我能够 无比信任他 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 对我说了这些话 那天是我们在一起 第二年的暑假 他提出来说 要到我们这个城市来 见一下我爸妈 因为他觉得 跟我再歇一年多了 然后也想让我爸妈 知道一下 他们的女儿 是跟什么样的一个人在一起 想让我爸妈安心 他是坐着高铁过来的 然后同时他让他的司机 开着车 从他们那个城市来 我这个城市 等到跟他一起到我家的时候 我爸妈都在家里面等着 我就看到他把后备箱打开 整整一个后备箱的东西 就是塞到已经塞不下了 就是后备箱一打开 东西就掉出来的那种 他跟我爸妈带了一车东西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爸妈那个时候 很喜欢他 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 他确实出手很阔绰吧 是一个 能够对他们女儿 非常上心 在做事上细节上 非常注意 同时经济条件 有很好的男孩子 你说哪个爸妈不喜欢呢 但是说实话 爸妈会有担心 他们也会 多半猜到说 这样一个家庭的人 会找门当户队的人 在一起一年半 将近两年之后 就是在他见过我父母之后 他也主动提出来说 让我去见他的父母 他说正好春节 我们一家在美国去过春节 要不你就一起过来吧 顺便见一下我父母 我当然很开心啊 人家都愿意带你去见父母 就是想要跟你走下去了 对吧 我就去办了签证 然后就一直没有 等到他买机票 他后来跟我的理由就是 父母说那段时间 他们家就是集团的朋友 要就是他爸的那些朋友 在那边一起过节 然后因为我现在可能 还跟他爸妈还不熟 大家一起过节 又会有点奇怪 就是让我再过段时间 在国内的时候再见吧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 半开玩笑地提了一句说 不会是 人家家里看不上你吧 我那个时候没有当真 没有往心里去 我觉得他如果有什么事情 他会跟我说的 他既然是说的这个理由 那我就相信他吧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又问过他一次 我说你爸妈都已经回国了 我就说找个时间 我去见一下他们吧 他就找了个理由 搪塞了我一次 又过了两三个月 我又是半开玩笑地提这个事情之后 他觉得拖不住了 他就跟我说 我爸妈 就是可能有点不太同意 我们的事情 接近分手的半个月 其实两个人已经 能够感觉到 氛围有点不太对了 后来那一天 他就跟我说 他跟爸妈提了三次 爸妈都不同意 他们觉得 我不够漂亮 它是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理由 我妈妈昨天 哭着跪下来 求我给你分手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也不想把你继续拖着 我也不想耽误你 要不我们就算了吧 看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惊讶 我甚至觉得有一种说 这一天终于来了的感觉 我就回了两个字 好的 然后我就把它删了 在我刚分手的时候 我脑子里会有一种 期待吧 就是说我还可以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还梦想着说 我还能嫁入豪门 找到一个这么有钱 对我这么好的人 半年之后 我就意识到 这个可能是一场梦 妍妍现在已经跟那个豪门男友分手三年了 这三年里她一直单身 在欧洲读完研究生之后 妍妍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 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挣着还不错的薪水 三四年的工作经历 也让她成熟了不少 她说 经历了这些年 价值观和爱情观的转变 现在她已经逐渐意识到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对于前男友 妍妍觉得 至少那段感情 让她体验了一次 今后可能再也不会体验到的经历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资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艾哲 本期节目由刘豆制作 声音设计 孙泽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